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作为这个电子这个初学者 来怎么学习这个电气维修 以及这些电路板的分析 或者是往哪个方向去学 比较容易入手 或者说收益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这就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今天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 经常在留言问我 说这个问我 这就是说小陈师傅 我是电子爱好者 喜欢这个电路维修 但是我从哪个方向入手 比较好入门 当然这种东西的话 从技术方面来说的话 当然是从这个元器件 虽然这个电路板上有很多元器件 首先你要认识 要求一个基本的测量和判断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 不是说从这个元件 我们应该说 这个维修电路的话 我们应该从哪个板块 从哪一种电路形式去学习 其实这个网络上 大家分享这个电路维修 支持的这个博主 这些主播们都很多 大部分 大家应该也有一个看过 也有一个规律看到 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开关电源 或者一些其他的电源 那么为什么讲这个电源呢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这个电源 大家知道 这就和这个人吃饭一样 它是给这个电器提供动力的 就和这个汽车烧油一样 那么它就是一个提供能量的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所有的电器 只要是用电器 那么它就有电源电路 那么它就有电源电路 也就是说 你如果学习维修 从电源电路维修开始 你把这个电源电路学会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修 所有的电器的电源电路 而且有个什么呢 而且这个电源电路 一般是功率部分 也就是说什么 它里面是有大电流 高电压 功率的这些部分 那么由于有这个功率比较大 那么它的这些元件呢 就一损 就容易损坏 容易烧毁 那么就是说 一个用电器 假如说一个电视机 它坏了十次 那么可以说有八次 甚至九次 都是电源部分的故障 或者说是供电电路的故障 当然这个电源 不极限于开关电源 你像以我们这个电路板为例 它这个主板上 还有这一些降压芯片 电压转换芯片 那么这也是属于供电电路 属于电源电路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 简单点说吧 你如果把这个电源电路 学习好了 之后你就可以开电 开维修电 绝对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用电器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都是这个电源电路的故障 相信大家也看过其他主播 修这个电脑主板 修手机 修家电 修变评器 查这个主板上 查这个内存供电 CPU供电 这个选卡供电 什么就是时钟供电 这个复位供电 这什么所有的查 都是查这些供电 包括我们修这个 这个音电视也是 经常有着粉丝朋友问我 就是说这个电视机 看一会就花瓶了 或者是电池炉加热 一会都不加热了 我就只能说你监测电压 因为这个电压能反映出 反映出很多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电子初学者 当然在学习这个原器件基础上 我们学习电路的话 也要从这个电源电路学习 当然这个电源电路再重复一遍 不是局限于这个开关电源 因为我们这个主板上有其他的这个电源电路 像我们说的有Bost 还有这个是怎么写的 Buck电路 是这样写的吧 这个英文字母我也忘记了 就说一个升压 一个降压 一个DC转DC 通常转DC转DC电路 那么既要把这些电路学透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修好80%90%的电器 再一个什么原因呢 再一个大家觉得这修这个电源部分呢 它是一个比较啊 怎么说呢 不怎么抽象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修其他的软件呢 或者一些信号部分的话 相对来说就比较啊抽象 所以说你就不好去理解 那么修这个修这个电源部分呢 你这个电压是可以测出来啊 有些信号的话 你要借助特殊的仪器去测量的话 或者通过这一些电路分析 你就可能不怎么好掌握啊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看到 这个很多这个在网上分享这个电路知识的 都是从这个电源入手啊 而且这个电源学习学好之后啊 这个分析电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啊 我们生活中采用的这种逆变器 逆变器 我们先不说它这个是正悬波 我们就说把这个电压逆变啊 把这个直流电变成高频交流电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就和这个开关电源的这个原理差不多 就和我之前给大家修的那个电纹拍一样 它也是一个震荡啊 它就是有出击有线圈啊 下面有开关管啊 有这个震荡电路 然后啊 假如说啊 这边是一个低电压 那这边来称成高电压的话 假如说它这只是说这个变压器的这个 扰的这个杂数不一样 假如说啊 一杂是一幅的话啊 那么我扰十杂就是十幅 扰一百杂就是一百幅 扰一千杂就是一千幅啊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数据啊 也就是说 很多东西就从这个开关电源 甚至电源这一些电路知识啊 去演变出来的啊 包括我们的变频器也是 变频器也就是改变它这个频率 改变它这个交流电的频率啊 脉充电压的频率 那么它这个改变的话 也是通过芯片控制这个功率管啊 当然它那个控制是IDBT 就不是说这个厂商业管或者开关管 但是大同小异啊 只能说大同小异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